中共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短短簽字的會議紀要 穩字出現15次 國泰軍安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秦漢認為 這表明央行對國內經濟的悲觀預期明顯上升 在穩字當頭的主機調下 貨幣政策趨勢性轉送的信號已經較為明確 而對於央行新提出的防範外部衝擊的說法 中國財經媒體格隆會資深作家莫宇飄香認為 中國前5個月的宏觀金融數據表明 經濟增長動力邊際漸進放緩 尤其是出口開始呈現放緩趨勢 對於沒有內循環動力的中國經濟來說 外部動力變弱成為威脅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在風險